最近关于中国运动员的消息 听起来像关于难民的差不多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马拉松的运动员练得这么苦 脚变形了 完了之后生活贫困 还有最近你知道吗 一个体操运动员在网上盛传的 拿过运动会这么大运会还是什么冠军的 对世界大运会 生活凄惨流落在地铁里边卖艺 卖艺也是引起很多同情 那么看一段这个视频 中国这事要解决起来好解决 你看这事一火呀 手扇 陈光彪就表示了 我顾他一个月工资 一万块钱 然后呢 这个哥们小张说 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 这个反正又有人捐钱 什么接受了五千块钱 什么社会各界 都是捐钱 这应该可以引出一些体制性的思考吧 中国的事情要是一些个案 永远只是个案的话 那我们真是不会进步了 孙子刚的一个事情 引出改变了一个制度 郭妹妹的事情 应该引起整个慈善红十字的 这个大的变化 对不对 要是只是惩罚二奶的话 不要包那么二的二奶的话 那这个网民的心思真是白费了 这个事情一样 这个人现在明星化了 整天包在旅馆里 多少家媒体采访 对啊 怎么我又听说 他什么有点不真 是不是 不是不真啊 他现在就被传媒包围了 他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他过去的经历是 他曾经做小偷做过牢 那是生活所迫吧 不能这样来说吧 所有小偷都是生活所迫 对不对 总之有各种各样 但是应该从体制上检讨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举国体制嘛 那你就得一直承包啊 还有那么多冠军 拿了那些基金 应该有一些 据说现在冠军基金会 就那个是杨阳他们那个冠军基金 那个是联系他了 我总觉得 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过李宁 他们那个现在卖衣服 卖得这么好嘛 好像也是说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对我听说过 我觉得中国那些发达的冠军 姚明啊或等等这些 他们真的应该成立一些基金会 来有制度化的帮这些运动员 不是给钱啊 是让人家转成正常的职业 不是有钱 中国既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 就帮政府嘛 这也是帮体委的一个忙 不过这种问题啊 真的是很普遍的 你说中国我们是举国体制 我们应该要帮这些运动员 考虑他的将来 可是其实市场化体制也一样 比如说在英国啊 英超 可能很多球员 他年轻的时候 不一定是踢得很好 那退役的时候 生活更没有着落 那这种人相当多的 就尤其运动员 他很多比如说他一门心思搞运动 他别的东西他都不大管 那么等到他将来退役了之后 他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行 我知道英超里面呢 就有一些球员 是阿森纳过去几个老将 他们也发起一个 类似一个什么基金会 就是联系这些退役的足球员 你生活不好了 怎么样 帮他们安排 到学校教体育课或什么的 那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但你说这个女足 他不就穷吗 比男足没法比啊 你现在看来 日本女足也不富裕啊 对 他很穷 但反过来他很纯诚